五位評判已經做出決定了 現在就準備宣佈 哪位是成為本年度的香港小姐 我相信現在這個時刻 不單止在場各位嘉賓 和電視機旁邊的各位朋友 還有各位候選人 都是等候了很久的了 不過是我未宣佈 哪位是本年度香港小姐 冠亞貴君之前 首先我們要邀請班長人出來的 我們邀請到1976年度的 香港小姐冠亞貴君 我們是班長的 首先我們邀請1976年度的 香港小姐貴君 徐美玲小姐 接下來我們邀請1976年度 香港小姐亞貴君 梁靜雯小姐 好 現在請評判 好了 現在請評判 李福球夫人 宣佈1977年度 香港小姐貴君 第十三號 是第十三號的余耳霞小姐 李福球夫人 宣布1977年度香港小姐亚冠 第23号女瑞蓉小姐 第28号的女瑞蓉小姐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 我们就来宣布哪一位是本年度的香港小姐 你们猜不猜到哪一位帮我们今年的香港小姐加冕的呢 就是我们邀请到1976年度的香港小姐 林亮卫小姐 在她颁奖之前她说有几句话要跟各位观众讲的 现在我们邀请1976年度香港小姐林亮卫小姐 各位嘉宾 各位电视机旁边的朋友 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刻 现在请评判李福球夫人宣布1977年度香港小姐 第16号朱灵亮 第16号朱灵亮小姐 今日谁知道 早就知道 寄判李福球夫人宣布1977年度 今天是真正的 ia在这一场 去哪哈 现在还有了 你真正的 你不再报道 请评判李福球夫人宣布1971年度 这本来是最应有leader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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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